清朝初年的顺治皇帝 也就是汤西皇帝的父亲 应该是历史上最为专情的皇帝了 因为顺治皇帝终其一生 只专宠董俄妃一个人 董俄妃从16岁进宫开始 短短一个月就从贤妃直接晋升到皇贵妃 等同是父皇后 皇帝还为了他大赦天下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不过这个董俄妃红颜活命 虽然说他得到了皇帝的专宠 但是他唯一的爱子荣亲王 到周岁就夭折了 董俄妃伤心过度 21岁就病逝了 董俄妃的死对顺治皇帝来说 打击实在是太大 顺治皇帝万念俱灰 多次想要自杀殉情 后来年纪轻轻24岁就驾风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说顺治皇帝看破红尘 到台山剔度为僧 从此不再理会红尘俗世 而把治理天下的重责大任 抛给了他年仅8岁的皇子学业 也就是日后的康熙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宛容 她嫁给了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曾经创下三次登基 又三次退位的历史记录 第一次是跪为大清朝的天子 可是出不了紫禁城 甚至无法回家探视自个的母亲 第二次是在军阀的挟持下 匆匆的登基 只有十二天又匆匆的退位 第三次是在日本人的掌控下 成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至于说皇后宛容的结局 最后却是鸦片上瘾 百病缠身 精神失常 病似欲中 所以说在国家设计之前 仁与情长显得是唯不足道 在游世利益之前 此情年年显得是不切实际 俗话说一路宫门深似海 荣华富贵转头空 倒不如生活在寻常百姓家 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靠着脚踏实地的努力 争取自个儿想要拥有的幸福